好 上午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和賀錦麗展開首場辯論 經濟問題就是主要焦點 我們請教亞太商工總會執行長邱達森 我們知道兩人的經貿政策主張 很多是圍繞在民眾生活以及通膨問題 就目前美國經濟的最大挑戰來看 怎麼看的兩位的經濟政策 他們哪些面向和重點 請教您看法 美國現在的經濟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通貨膨脹 因為通膨相當的黏著 導致很多民眾的失智所得受到影響 所以大概兩組候選人 都是從這種所謂降低物價方面來著手 那川普他最主要的認知 他認為說只要取消對傳統能源的限制 那美國就能夠重返能源大國的地位 那物價就會因此而回歸正常 那賀錦麗的方式 他是比較主張從聯邦層面來進行物價的控管 那用一些政策來導致 讓這種所謂的通膨的情況能夠獲得解決 那但是川普就認為說賀錦麗的主張 可能會導致糧食供應的短缺等等 那基本上就是說兩組候選人其實都知道 就是說美國目前最主要影響經濟的衝擊 是來自於通膨 那只不過就是說 在這個對通膨著手的一個面向有些微的不同 那此外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通膨物價上揚會導致這種失之所得的一個減少 那這就就會影響到特別是一些住房的問題 但是在住房的這個部分我們看到川普跟賀錦麗 他們的這種政策的目標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也就是說增加這種新的住房 讓這種美國的民眾都可以負擔這種比較低價的 這樣的一個住房的情況 那所以說從這方面來看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兩個候選人都知道通膨是現在最大的威脅 那這個威脅其實是對這個可知被所得有影響 影響到這個居住的這種自由等等 那所以說儘管是提出不同的意見 但是他們的目標其實某程度上是相當一致 所以就您研判接下來可能在內政經濟政策上 兩人的態度可能會比較趨向於共同點 那可以幫我們談一下兩人的主要政策 尤其在對外關係上 有哪一些面向是比較不同 另外一個最主要的不同 我認為現在從剛剛聽起來的話 應該是對這個中國的關稅克徵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就是川普還是一直強調 就是說中國他在對美國貿易 是採取一些比較不公平的一些措施 所以說他認為提高對中國的一個關稅 某種程度上就是要讓中國付出代價付出成本 但是賀錦麗他則認為就是說 持續對中國提高關稅 某種程度上其實會讓美國的通膨加劇 因為基本上因為中國還是屬於一個 這個供給方的一個地位 那美國是比較在需求方 所以說對這個中國課稅的話 反而是美國的消費者要付出代價 但是川普他就提出說 其實在他的任內對中國呢 打出這種所謂關稅戰 但是並沒有反映在美國的通膨 那這部分的話大概就是說兩個最主要在這種對中的一個貿易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拜登他上台之後其實對就是說相關在川普時期對中的一些關稅 他並沒有去調降或是減免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雖然說他們看法有益 但是在做法方面就是說不管是誰擔任總統 我想就是說對中國強硬的這個態度應該還是會持續